OK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函数 他的我看一下 他有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nce variable 还有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 什么意思呢 我看一下 另外一个定义 影射的观点的另外一个定义 A跟B是两个非空的数级 然后A到B是一个影射 那么A的范围的变量 在B是为一个数的一个对应 所以X可以对应去Y 然后我们的写法来讲 函数的写法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写Y等于FX OK 这个是 OK OK 所以他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函数的意思呢 就是有点像一个机器这样子 所以我的这个X呢 就是所谓的音变量 它是会改变的 然后呢 这里经过了这个F的加工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了FX 然后它可以有音变量跟这个 所谓的 所谓的 呃 字变量就是independent 诶 independent variable 哦 X就是音变量 诶 字变量 Y就是音变量 反正这个你不用去理啊 这样头 OK 不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函数的表达 表示的方式 OK 所以第一个呢 是叫解析法 解析法呢 就是 总之我们会有两个 呃 变量 一个是X 一个是Y 所以反正就是X 是左边的数目 Y就是右边对应出来的那个数目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呢 我们就写说 比如说Y等于根号X减2 这个就是一种解释 解析法的一个表达 OK 所以也就是说X 可能就是你的X大于 等于2的情形 我把那个值带进来了之后 我就会有对应出来的一个值 像X带2的话 我就会 呃 2减2等于0 0开根号就会0了 对不对 所以Y就会是0了 所以我就是2呢 就会对应去0了 OK 那4 4不好啊 4减2得到2 2的话 开根号就是根号2 所以就是4的话呢 它就会对应去根号2 所以以此类推 所以呢 我这个呢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法呢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X跟Y呢 就有一种联系 有一种联系 现在还看不太懂 所以没关系啊 我们在 等一下会有讲一下 总之我们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Y 然后如果有些情形呢 我们可以用FX 像这个FX等于1除以X 我们也是另外一种的表达方式 反正X是你左边的那个数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左边那个会定去右边嘛 左边对应去右边 所以X是左边的那些数目 Y就是右边那个数目 然后有时候Y呢 我们也可以写成FX 就有两种写法这样子 可以吗 所以反正就是用一个数学方针是来表达X跟Y之间的一个关系 OK 所以等下我们再看一下例子了 现在讲讲理论的时候呢 可能还是蛮抽象 等下我们给一些例子题目会怎样出啊 然后你就会比较理解一些 这样这个 这个就没有XY嘛 所以他可能就是R是他的那个字变量 OK 那个A是他的应变量 Pi其实是一个constant来的嘛 3.1415 所以也就是说我的这个 左边那个数目取了平方再乘以Pi 就会等于右边的那个数目了 OK 所以等下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解析法 反正解析法的意思呢 我们是用一个formula 二元一次 二元的一个一个也不一定是一次啦 就是二元的一个方程式来表达整个的关系 这个是解析法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画的就是Van Diagram Van Diagram这个名字呢 除了用在这个函数以外 我们还用在哪里 还记得吗 集合论 有没有那个圆圈的 这个就是Van Diagram 左边呢 其实有名字的 左边称为定义欲 右边呢 是称为对应欲 好像是这样子 等一下我们会再讲一下那个名字 所以左边跟右边呢 是两个集合 OK 所以这个是Van Diagram的表达法 刚才呢 我们呢都是用这个Van Diagram 来给你知道说Fx之间的关系 像A0对应去E0 E对应去E 负EU对应去负E 虽然你讲说这样子的一个对应方法 你还要在那里想象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法则 它到底是怎样的法则 像这个的话 我可以猜它可能是取平方 但是这个不一定对 因为你只有三个 如果你今天多几个的话 它才会比较明显 OK 所以呢 这个Van Diagram呢 只是可能固定的一些数量而已 如果是无限多的情形呢 就比较难看的 你先不要懵 刚刚开始可能还没有看得出来 你看到它的写法是这样 F0 这个0是左边的数目 后面等于0呢 是右边的这个数目 像这个F1呢 会等于E F-E呢 也会等于E 那它之间的关系呢 可能可以写成Fx等于X平方 Fx等于X平方 那你的这个 X带0的时候 0的平方也会等于0 那E的平方就会等于E 负E的平方也会等于E OK 所以 大概是这样子啦 所以这个的表达法叫做 Van Diagram的Method OK 如果我要写成分解析法的话 我可能在这里面写一下 如果是解析法 OK 所以可能它是写成Fx等于X平方 你等我一下 我去写一下 我要写一下平方 平方在这里 OK X平方 好 慢慢来 慢慢来 不要紧张 对于 这个是 你看啊 如果对于这个 时数 对应去时数的话 你要用FanN图 去表达完成 完整的话呢 很难 因为时数呢 它的这个对应率呢 是无限大的 刚才我虽然跟你们讲 你就用一个Van Diagram来表达 但是其实是 后面还有很多个呢 你是没有写完的 对吧 还有 还有很多的 很像说 -2 -3 然后还有 网上呢 还有更多的 所以呢 在Van Diagram呢 如果是一种无限集合的话 你就很难表达完 OK 目前是这样子了 那等下下面还有例子的 你看啊 你不用担心 你看例子3 等下例子3 我就可以 你们就开始可以理解 所以你们先不用担心 你们先要知道说我们 解析法的写法 然后FanN图的这个做法 然后还有一个图像法 OK 图像法的话呢 一般来讲了 打横的那个呢 科学上我们叫做超纵性变数嘛 对不对 很多 一般来讲呢 这个所谓的超纵性变数呢 就会是我们的那个 左边的那个 左边那个 然后右边的话呢 就会是它的反应性变数嘛 像这个时候啊 可能就是它的时间点 然后每个时间点 我就测量它的气温 这个是气温的时候 气温的一个图表 所以在零 零时就是凌晨 凌晨12点的时候 它测出来是4度C 在2的时候呢 它可能测到3点多 然后4的时候呢 它测到2 所以plot出来一个这样子的图像 所以我们的这个U 这个X轴啊 打横的那个轴呢 很多时候呢 都会是我们的 所谓的超 超纵性变数 也就是所谓的自变量 OK X的那个 Y的那个呢 就会是反应性变数 OK 可以啊 先开始 你看到不理解的 慢慢的 我解释完了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再问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图像 有一些图像呢 没有规则的 好像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规则 如果你要用解析法来写 很难写 但是要也是还是可以的 像有一些情形 像这这种断开的情形 我们还是可以用解析法来写 像这个呢 它从X 大于0的话 它可能是用X X加1 大于0的形形 我用X加1来表达 这个直线 斜率为 斜率为1 往上 OK 那如果我是小于0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断开用X-E 那X-E的话呢 这个-E就是它的这个X结局嘛 它的Y结局 sorry Y结局 所以这个是负E Y等于MX加C 它斜率也是E 也是这样子往上 那你会看到这个实心圈 跟这个空心圈 什么样的差别 实心圈代表说 它是有等于0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是要看上面 而不是看下面 所以 同一个位置 只能有一个实心圈 其他的都要是空心圈 像这边呢 它就是空心圈 上面实心圈 所以0的时候 我们要看上面 下面的不看 这样子的意思 OK so 有没有一对多的情形 没有吗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图像的 画法 图像 跟它的解析法 所以上面的这个是 其实是属于解析法 这个是属于解析法 这个是图像法 可以理解 X跟Y的之间的一个关系 OK 还有当然是一个很比较蠢的一个方式 叫做列表法 把所有的东西都列出来 0对应去0 1对应去24 2对应去48 3对应去72 当然你就看了之后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的一个端倪 对吗 好像是1乘24 2乘24 3乘24 4乘24 所以它的这个可能分分钟呢 就是所谓的T Q等于T乘24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当然这个是一个列表的方式 这个方法叫列表法 然后你会看到数学上的很多 有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平方表 立方表 就是把我们的立方呢 用列表的方式呢 来列出来 那以前的时候呢 没有计算机呢 我们是看对应那个表的 你知道吗 好像昆成有学过 因为在初中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个根号呢 要对表的 那个我们叫对数表 里面呢 有平方的表 有根号的表 有立方的表 所以你有时候呢 会需要用到的 没有计算机的时候 那本书很重要 现在有计算机的时候呢 基本上计算机呢 都帮你做完了 所以你就不用再烦那些东西 OK 所以呢 这个阶段你要学什么呢 你要学说 题目如果要求说 请你用解析法 来表达 你的函数 你都要懂得写 如果他要你画 泛人图的画法 你要懂得画 他要你用图像的方式 你就知道说 你要讲话 你现在突然间知道 这个理科班的数学 跟初三的数学 差的差距了 OK 不要担心啦 既来之则安之 所以很多时候呢 学生 一上理科班 他们突然间有一个断层 突然间觉得 老师你给我去回文商班好吗 文商班的那个程度 没有这么难 OK 不要这样想 OK 不要担心 OK 我们来看一下立题 看了立题之后呢 你就会慢慢的去理解 文商班呢 函数呢 放在高三 我开始就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一些老师呢 把这个函数呢 拖到很厚才上 他们 我也不知道了 以前的编法呢 我们把这个函数呢 放在高一的 你不用担心太多 我们的 我们只是要给学生一个函数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我们再往前 不要再往前看了 不要再怀念以前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题三 某种出租车的汽车的计价的标准为 不超过10公里的话 他收费是10块 超过10公里的话 他每公里再外加1.50 OK 所以也就是说你一上车 我就至少都要收你10块钱 就任你走10公里以内 10公里以外 他又另外再叠加上去 换句话呢 我们可以 如果你问我了 我直接的可以 告诉你 我可以画出那个图表来了 我大概的可以看出来 那个图表应该是这样子画 首先那个路程如果是公里的话 可能是10公里以内 他都是10块钱的 对吧 所以这个Y值 他的FX的value 他的函数就会是RM 钱 然后这个是X 就是他的公里的 所以在10公里内 都是固定收10块 然后这个以后 他可能就叠加上去 每公里加 每公里加快半 也就是这个可能是11块半 对不对 这个就是11 好 以此类推 这样子往上标 这个就是图像法的一个表达 但是如果你要我用解解析法的表达的话 我会讲说 你的FX呢 如果是 如果是X小于 你的X如果是在 0包括吗 0应该不用 0的话你还要上车 应该0不要包括 0你就不要去上车 到10 你都会直接的套10进去 这个是解析法 然后10以上的话怎么办 所以这个要想一下 好像是 X 减去10 然后再乘以这个1块半 然后再加回这个10 当然你讲说 老师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好像不是那么的好 你可以乘进去1.5X 然后减去15 再加10 所以你可以再整理的 它是相等于1.5-5 然后呢 这个呢 是当你的X呢 是大于10的时候 我才需要套这个公式 当然你讲说 如果你这个等于0 我到底要套这个还是这个 其实如果它是贴在同一个位置的话 你不用担心 你可以把这个等于 这个没有等于 也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两个 一个解析法 我们看一下 10 15-5等于0 对对对 OK 这个呢 这个是解析法 上面呢 你可以不用写的 这两个不用写 这个是我的运算 OK 然后呢 这个是图像法 我们看一下课本怎样写了 课本呢 它就讲说 解析法 这个解析法有点搞笑了 也就是 OK 这我不理 我理解错误 它并没有prorata算 它可能就是 加一公里 每加一公里的话 OK 所以 看起来 N 刚才我没有看完它 就是路程呢 如果是N 到N加一之间的话 它会以N加一的路程来算 也就是说 如果它跑10 10.5 我就算你一公里的价钱 加一块半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它就画出来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表 跟我刚才的表不一样 因为我刚才是这样子连着上 直线往上 它的是一格一格的 所以如果到10的话 你还是给10块钱 但是10.1 不好意思 你要给11块半 有这样难吗 所以这个是解析 这个才是它的解析法 但是它没有列完 它列到只是15而已 它是从0到15而已 然后 你可以看到 11到10 它是收11块半 11到12 它收13块 以此类推 这样子 所以跟我刚才的有一些出入 有一点出入 因为我没有看到它接下 这一个的那个 我读到这里 我就开始做了 OK 所以原来它还有另外附加的条件 就是说 我多0.1 km都好 我都直接收多它一块半 就是以整数计算的 OK 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吗 我开放给你们问问题 好